北京城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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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選落幕 港人足景雙情 一天百貨收縮 網民嘆 百業蕭條 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出落 他打敗梁朝為稱帝 各位Youtube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崔氏 今天是香港時間1月16日 星期二 欢迎收听香港简讯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上周六 刚刚结束的中华民国总统 与立委大选引发全球关注 港人经历近年的国安法实施 与区议会选举改制后 观看大选更是别有一番感受 二年五十多岁 化名韦英的港人对美国之音表示 十分羡慕台湾人能全民选出真正代表 港泛民意的总统 相较之下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后 香港民主进程大幅倒退 港人不仅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 同时也失去了港英时代的自由 令人心痛 对于赖清德 萧美琴最终胜选 卫英表示因为 他认为 比起国民党民进党立场会比较棋硬 更能够坚守台湾作为自主 独立政治体系的价值观 守卫台湾这个目前唯一一片 拥有真正民主观念的中国人的土地 卫英亦对新当选的总统有所期待 盼望新一届政府能支持那些愿意移民到台湾 并且与台湾理念和价值观相同的港人 刺下一些关卡为他们提供一条出路 大选期间 不少港人突然前往台湾 近距离体验选举起分 卸任区议员半个月的黄丹晴 就是其中无名以来的一员 2020年台湾大选时 黄丹晴曾经与大批的非建制派区议员组团官选 当时他也抱有希望 将台湾的选举经验引入香港 不过如今黄丹晴确信 港版国安法实施加上北京大选修改香港选举制度 香港要借鉴台湾的经验已经几乎无可能 他表示预计在未来10年20年 香港仍不会有那么热烈的选举气氛 只要习近平仍然执政 他必然会落实贯彻外国者治港政策 楼山海外的前区议员林小斌和叶錦龙 也分别从英国和日本赶来感受大选 据《灵国》报道说 前尖沙黄区林小斌 今次是第四次赴台官选 他感叹说 香港完善后的选举已经不是选举 我很羡慕台湾 有时甚至会幻想 如果香港有全面直选 全面民主法 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他也指出台湾选举中显露的不足 包括很少选民 记得候选人的具体政綱 投票意向 主要依靠个人情绪和观感 多场政綱或立场讨论中 讨论留于片面 太多抹黑和负面攻击等 又认为香港选民 比台湾选民更加理性 只可惜没有选举的权利 日本香港民主联盟发言人 前中西区区议员叶錦龙表示 曾担心台湾新生代会 将票投往政策高体空的民粹党派 导致台湾民主化倒退 比中共有机可勝 但最终很高兴 看到台湾选民 可以公平地选出自己的民意代表 他寄予台湾保护自己的民主制度 期盼未来可以与港人 在民主路上再次同行 以售卖日本食品为主的 一田百科15号 在其社交专业公布 在中国新年后缩减规模 停止部分货品区服务 一田在面书上宣布 中国新年后为配合业务发展 百科部服务将进行重整 2月14日起 沙田店化妆专柜 休闲 休闲运动服务 和内衣饰品 将停止服务 随具家品 浴室用品 健康产品和小型家店 将移至二楼营业 至于超级市场 则照常营业 另外 至于2月19日起 大部分店的超级市场 会照常营业 化妆专柜 休闲 运动服务 童装 内衣饰品 行李 家庭和玩具部门 将停止服务 应用品和健康产品 将2至2楼超市运营 分店遍布香港各区的一田八货 主要顾客为中产人士 曾经是不少市民之外 不过 近期深圳的美国大型连锁超市山姆 和新开的另一大型超市Costco 首间旗舰店 吸引大批港人不想扣物 由沙田居民认为 受疫情加上不想热潮影响 令一田部分业务结束营业 消息引发网民震惊 有网民表示 百业蕭条 香港真正在回归于港 也有网民感叹 这就是由自到兴 恐怕有多一个零售业为止 中共病毒疫情之后 香港经济复尚不及预期 不但股市 楼市低微 财政年年扯子 零售业增速亦缓慢 据港府统计处去年11月的数据 10月临时估计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为 338亿元 按年升5.6% 较9月明显放缓7.4个百分点 连续4个月放缓 创罪慢增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4日 在一个公开活动上预告 香港自去年初撤销疫情限制措施以来 经济录得3.2%的增长 和去年底下调的经济增长率一致 此外 陈茂波14日在网字说 去年首11个月 香港的总存款额达到约16万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4.1% 当中港元存款额占7.6万亿元 亦较去年同期上升1.7% 加上12月的初步数字 全年总存款预计增长超过5% 一年间约有2,500亿元资金 经南向通流入本港股市市场 不过 法港报导指 反映市场对港元的信心 以及香港金融市场状况的银行体系结余 去年首11个月 以减少约345亿元 如果自前年3月 美国展开加息周期后 香港银行体系结余 更已经减少约4,000亿元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15日公布 第30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 得奖名单出路 在经历了10个小时 激烈讨论和三轮投票后 台湾演员吴康仁以电影《但愿人长狗》 击败金手指的梁潮卫 夺下影帝之位 吴康仁去年以马来西亚电影 辅导青年拿下金马影帝 这次他在电影《但愿人长狗》的演技 被香港电影评论学会肯定 直接打败梁潮卫 林家栋、杨洛文等 奪下含金量超高的影帝智慧 影片中 吴康仁扮演一名来自湖南 染上毒癮的新移民爸爸 香港电影评论学者评价 他演绎情节 动静神粹 施施入扣 是贯穿全片的灵魂 吴康仁在《面书帖文》回应 《香港戏剧是我童年的回忆》 《香港演员的养成》 甚至影响到自己对演员生涯的规划 他感谢香港电影评论学者的肯定 让他在香港留下一个名字 但他觉得自己不是最好 还有要再加强的地方 吴康仁也表示 游充的为香港但愿人长狗的剧组感到骄傲 小小的资源 大大的心 只要合力 还是能拍出很有诚意的作品 我想这个就是香港电影的活力了 这次评选 最佳电影由《命运奪得》 李子俊 凭着长篇作品第八个嫌疑人 取得最佳独演奖 周子燕以但愿人长狗 得到最佳编剧肯定 而最佳女演员长 则由八日之下的余香营盛出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你订阅分享 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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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